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霍斯在临阵向前驮斥维恩指控 巴基斯坦机场遭袭27人死亡 塔利班承认袭击 美国赌城 刺凶双手 杀两警 击毙路人后自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今天是2014年6月9号 星期一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 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 本周四就是安省省选的投票日 在没有单一政党的名望明显超前的情况下 选情仍然紧凑 三大政党党魁包括自由党的韦恩 进步保守党的胡达克 以及新民主党的霍沃斯 在最后努力争取支持的同时 也继续互相攻击 韦恩在昨天拉票时进一步攻击对手 他指责胡达克和霍沃斯利用天然气发电厂丑闻 分散选民对他们自己不受欢迎的竞选政纲的注意力 维恩同时警告 投票支持新民主党等同支持保守党 而一个保守党政府会摧毁安省的经济 胡达克就说 选民要预期 自由党会选择用恐吓战术 试图将他和他的政纲塑造成可怕之处 借此分散选民对自由党政府丑闻的注意力 霍沃斯今天在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已故前联邦新民主党党魁林顿的纪念筒向前 回应韦恩的批评 韦恩声称 投票给新民主党等同支持保守党 呼吁选民投自由党一票 又指责霍沃沃斯 拒绝排除会支持一个保守党少数政府 韦恩并且说 新民主党已经不再是已故前联邦新民主党党魁林顿所带领的政党 霍沃斯说 林顿生前的抗争 跟他目前抗争自由党的腐败一样 霍沃斯重申 他目前是争取胜出 成为省长 霍沃斯说 尊重选民在本星期四做出的决定 而他本人肯定不会支持保守党 削减十万个公营部门职位计划 也不会支持腐败的自由党 安省消防署皮尔区警队以及安省法医办公室分别证调查 造成一名十岁男童死亡的冰顿市民房火灾 位于冰顿市Queen Street和Kennedy Road的交界地区附近的一排阵屋 在昨天发生火警 大约200至300人被迫逃离家园 有18间镇屋被焚毁 大约100人无家可归 肇事现场出了一名十岁男童 其他人成功逃生 警方说 遇害男童住在区内另一处 但事发时在其他人的遇所过夜 男童的名字是Nikolas Gabriel 消防官员相信是其中一个单位的厨房在凌晨大约三点首先起火 火势迅速蔓延 皮尔区社会服务部门和救援人员正协助受火警影响的居民 并且为需要的人安排临时起身地方 最新民调显示 市民对多伦多市长福特的认可率仅达28% 是他当选市长以来的最低点 由论坛研究进行的这项调查 发现市长候选人庄德利 获得最高认可率68% 邹智慧次之64% 索克纳基也有54% 斯言斯则得48% 出版该调查的多伦多新报宣称 福特已经失去与这些挑战者进行竞争的能力 该调查同时发现 如果市长选举明天举行 邹智慧将胜出 庄德利第二 福特第三名 福特稍早前表示 计划完成戒毒戒饮治疗疗程后 于6月30号重返多伦多 他相信 届时人们将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福特 他希望弥补自己以往的过失 再过方面 新布伦瑞克省蒙克顿市 三名加拿大皇家骑警警员被射杀事件 当局今天一个中心射灵 让公众可以亲身向这三名殉职警员致敬 三人的葬礼定于明天举行 预计来自全国各地 多支警队也有警员出席 三名殉职警员分别是罗斯 热卧档和拉尔谢 他们在上星期三奉命处理 有持枪男子出没报告时 被人开枪袭击 中弹身亡 有另外两名警员受伤 一犯布尔克在当局大举追捕大约三十小时之后 终于投降 被控三项一级谋杀罪 以及两项企图谋杀罪 在另一方面 当地在案发之后 关闭多天的学校 今天复课 教育局说 在警方封锁调查的范围内 有九个教育设施受影响 当局会为有需要师生提供辅导和支援 信用报告公司表示 本国西部地区连续第四个季度 要求提升信贷额 反之 东部地区的需求则持续放缓 信用报告公司Equifax发表手机统计数据 指出期内的消费者整体债务 包括案件处于大约14000亿元 虽然略低于去年同期的14200亿元 但数据显示 消费者对信贷的需求上升2.7% 报告指出 加西地区的信贷需求 连续第四个季度增加 而在加东地区的数字有放缓 报告说 消费者破产个案在首季下降 而整体债务拖欠率的比率下降3.9% 至于分期贷款和信用卡的欠款额 按年分别上升11.8%和4.8% 报告说 虽然有更多新的信用卡被批出 但消费者平均欠债额下降 再过期许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 为您带来国际新闻 天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共有12个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尽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户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 风采无限 天宝旅游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明星报网登场了 内容和明星报一样充实精彩 还有及时新闻 适合中国新移民和本地华人浏览阅读 请马上登入明星报.com 明星报网登场了 内容和明星报一样充实精彩 还有即时新闻 適合中国新移民和本地华人浏览阅读 请即登入明星报.com 三个W.M-I-N-G-S-H-E-N-G-B-A-O.com 一般瞬间可能人都会晕倒了 然后送到医院里面还发现 它可能跟刚刚Niko姐讲的后遗症一样 而且是不是有远红爱线的东西啊 那个太阳光里面有吗 第二个的话也可以增加什么 我们的维他命D的一个系统 对 办公室里跟放一些小微镜 这干嘛 按照这个刮沙板呢 瞬睛而下 因为我们这边手臂上 外侧里面有三阳鸡嘛 实际上 这顺经人下这个 OK 姐夫小舅子闹着玩 你就给他了吧 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呀 这是闹着玩的事吗 他长江他老四又不傻 这钱以后是 你是真出了是吧 给爸看病是还犹豫什么呀 你做小的 孝敬老人 以后你把薪资用的正地方 你真是 咱俩不是能挣钱吗 有能力吗 干嘛要去啃爸妈的呀 你不啃有的是人啃 说你二姐 还有你弟 下过新闻之后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你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 被武装分子袭击 最少造成27人死亡 包括10名武装分子 当地塔利班组织承认 发动袭击 袭击期间 据报有多架飞机 着火及损毁 但当局否认 现场多次传出枪声 10名假扮成警卫的武装分子 配备重型装备 当地周日深夜 分成两队 突袭巴基斯坦南部城市 卡拉奇 珍娜国际机场 开枪扫射 又致手榴弹及纵火 机场立即疏散乘客 并进入紧急状态 珍娜国际机场 主要用作货运 及接待贵宾服务 当局调派约500名军警应对 到周一清晨 军方宣布控制场面 7名武装分子被开枪击毙 另外3人引爆身上炸弹 之后机场仍冒出浓烟 并一度传出密集枪声 但到下午已经重开 这批武装分子 接乎20至25岁 据报用假证件混入机场范围 保安部门说 他们原本计划闯入客运大楼 但被保安人员阻止 于是转而占据货运大楼 并和保安交火 武装分子的杯囊内 还有干粮和食水 估计打算和保安人员长期对峙 有军事专家相信 他们原本可能计划截击 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 承认策划袭击 报复他们的领袖 马哈苏德去年年底 被美军无人击炸死 组织还警告袭击陆续回来 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 发生枪击案 造成五人死亡 包括两名警员和两名枪手 昨日拉斯维加斯两名警员 早上11点左右 在一间薄饼店午餐时 突然被一男一女枪手 近距离突袭 枪手大叫 这是革命的开始 然后开枪 其中一名警员曾开枪还击 但未能制服枪手 两个警员最终死亡 枪手抢去警员的配枪和子弹 之后走到附近的沃尔玛超市 枪杀店外的一个男人 在进入超市 命令所有人离开 大批警员也奉召到场 将超市前后包抄 双方枪战 警方暂时未知枪手的犯案原因 但表示调查的工作非常复杂 单市目击者已超过1000人 事发的薄品店和超市所在的商场 星期日人流很多 出市地点距离赌场林立的区域约14公里 印度西马歇尔邦一个水利发电站排红 冲走25名学生事故 其中5人的遗体已找到 救援人员出动小艇 在出市地点附近的河流搜索 但小艇和救援人员数量不足 导致救援进度缓慢 事发在周日晚 40多名学生跟随学校到当地考察 其中25人在河边拍照时 附近一个水利发电站突然排红 引发急流 学生躲避不及被冲走 当地观员说 游客通常不会接近河边 正调查事故起因 巴西世界杯即将于本周四开罗 但举行揭幕站的圣保罗市 仍然受到地铁工潮的困扰 因为地铁工人不理会法庭指 罢工非法及罚款的裁决 坚持无限期罢工 势必威胁开幕站的室内交通 劳工法庭周日作出裁决 指地铁工人罢工违法 下令罢工员工必须返回工作岗位 并判罚工会在之前四天罢工 每天要交4万5千美元罚款 若仍不复工 则从周一开始每天罚款22万美元 但是这些员工依旧不理会 扬言要举行无限期大罢工 工会领袖费尔南德斯表明 不会缴纳罚款 并会提出上诉 又警告 若资方不应许他们的加薪幅度要求 大工活动势必影响世界杯揭幕站 地铁员工工会坚持要求加薪12.2% 拒绝资方提议的8.7% 圣保罗市从上周四开始 大多数地铁站都关闭 导致这座有将近两千万人的大都会 交通陷入难以想象的阻塞及混乱 世界杯开幕站将由主办国巴西 名占克罗地亚 比赛地点就在圣保罗郊区新建的哥连泰斯球场 不过若是没有公共交通工具 前往这座新球场 届时不论是对球迷或是工作人员 都将是一次大的挑战